杨平会长 还是最常见的深色套装 蔡英文走进总统府律厅 向日本访兵一一握手 再到定点开始致辞 最后一天当总统 这是他的八年日常 我也要拜托四川会长 在未来继续提供新政府各项的协助 支持台湾加入CPTPP 让台湾和日本持续深化 过半关系 就算不到24小时就要卸任 蔡英文一样形成满档 无疑就一整天排了六场 外兵接见何寿勋 晚间将与各国来台 制和团团长共享晚宴 要确保盟友挺台力道 可不能因为蔡英文卸任而减少 蔡英文顺利毕业 国际也高度关注 日经亚洲以建议台湾宣传者 结束历史性总统任期 为题报导 记录蔡英文是台湾民主变革性人物 新闻也在网页头版刊出蔡英文 让台湾登上世界地图 BBC则描写她是台湾坚定领导人 改写与中国打交道之道 蔡总统也向北京喊话 一旦台海战争将让中国 在经济发展上付出代价 台湾第一位女总统 掌舵两千九百多天 即将靠岸的时刻 蔡英文抱着爱猫蔡翔想想 在官邸前留下珍贵合影 未来她不再是总统 会是永远的钢铁猫夫人 静新闻无络营 刘威婷 彭宇周 蔡英文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